大家好 今天要來做這個小圓扁豆湯 這個小圓扁豆在台灣不是很常見 但是在一些進口超市還是都買得到 這個小圓扁豆在南美料理 然後或是像法國阿 摩洛哥北非這一帶都還算是一個 蠻常見的一個東西 那他在這幾年也是有 被評比算是超級食物的一種 我記得 因為他算是這種穀物 但是他具有非常非常豐富的蛋白質 對他的蛋白質含量超級的高 所以也是被視為一個超級健康的食物 那我今天用的這個小圓扁豆 他並不是特別高級的小圓扁豆 是在我們這邊當地的超市買 就可以買到 所以他的品質其實說真的 算是一般般的並不是非常好的 像我們公司用的是 從法國那邊進口的小圓扁豆 他的品質非常的好 那個豆子顏色很漂亮 然後很飽滿 還是會有一點品質上的差異 那中文叫做小圓扁豆 顧名思義就是 可以看到在我手掌上 他就是圓形 然後有點扁扁的 並不是很立體的圓形 然後這邊今天做這個小圓扁豆湯的材料 基本上就是跟做蔬菜高湯很像 我們等於是要用一個蔬菜高湯 先去把這個豆子煮熟 然後再把這個煮熟的豆去煮湯 把這個小圓扁豆湯煮出來 就是他有一個非常獨特的風味 老實說一開始吃 我也是有點不習慣 因為沒有吃過 但是後來 後來就是多吃幾隻之後 其實就是我也是開始 蠻喜歡這個特殊的味道 然後非常的美味 然後很適合在冬天 那天氣開始變冷的時候來食用 那他可以組成就是無肉的純蔬菜版本 那他也很適合跟雞肉做搭配 所以今天我是做成這個雞肉的小圓扁豆湯 那一開始呢 這步驟就是在跟做蔬菜濃湯的時候很像 那我用紗布巾來包了一些這個月桂葉 黑胡椒啊白栗香這個 要做成這個sashay就是香草包 然後我們紅蘿蔔啊洋蔥跟這個大蔥 我們都是切成大塊或是條狀就好 因為這個我們最後這個豆子煮完之後 他這個蔬菜就功成生退了 沒有人要吃他 他就是已經沒有用了 因為他就是味道都已經煮出來了 好然後我們現在要先來煮這個小圓扁豆 那小圓扁豆呢要先把它洗過 把它濾過跟我們米一樣 因為他有時候這個穀物嘛 就是運送過程 採收過程 可能還有一些雜質啊什麼的 要先給他洗一洗洗乾淨 然後我們冷水加這個小圓扁豆 然後把剛剛這個蔬菜都加進去 那我上面放了一個這個鐵盤 是因為這個蔬菜會浮起來嘛 那把它壓在上面 這個蔬菜才能就是被慢慢的煮進去 然後我們煮大約 小火大約是煮30分鐘到一個半小時不等 那這個取決在你豆子有時候品質不一樣 要煮的時間不太一樣 那就是試試一下 你咬下去這個豆子是偏軟的口感就是熟了 那但是也不要煮到過熟 煮到過熟就是 它會一拿起來就是有點不成形這樣子 那就是完全過熟了 好然後這個煮到熟之後 就可以把它過濾 剛剛這裡面的蔬菜就是不用了 然後香草包把它丟棄 然後這個水也可以把它濾掉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重新再起一鍋 加油 然後把這個雞肉 那我今天這邊用的是這個二節翅 然後把它切開之後 加一點油去煎 我們要把這個雞皮煎上色 然後這樣它會比較有香氣 那在煎這個雞肉的時候 就是把這個皮稍微煎到金黃上色 裡面的肉沒有熟沒有關係 因為等一下我們還會再加入高湯再繼續煮 然後皮煎到金黃上色之後 我們這邊加入的是紅蘿蔔丁、洋蔥丁 那在這部分也可以再加一些其他你想要的一些蔬菜啊 西洋芹啊什麼都可以 那我要把這個蔬菜丁也是炒軟 把它的香氣、甜度炒出來 那洋蔥炒軟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加入這個高湯 那在這部分呢 就是可以用蔬菜高湯或是雞高湯 那因為今天我做的是有雞肉的版本 那當然我選用的就是我之前自己做的這個雞高湯 那如果是做純蔬菜版本的話呢 那在這邊就是加入蔬菜高湯 那這種湯要好喝的秘訣 就是說真的也沒有別的 就是要用高湯不是用水 因為用水的話你出來的味道就是會清淡很多嘛 那我們加入高湯之後呢 就可以把剛剛這個煮熟的小圓扁豆也把它加進來 再讓這個小圓扁豆跟所有的東西 再繼續一起用中火去煮 那因為今天選用的雞肉是這個二節翅的部位 那它要煮熟其實還蠻快的 然後因為我的蔬菜也都把它切成蠻小的丁狀 那所以也是熟的很快啦 所以今天這道菜應該還蠻速成的 基本上我們湯架下去 中火煮大約可能15-20分鐘 就可以看到這個開始有點微滾 那基本上當微滾的時候 應該整鍋湯的東西都熟了 然後這邊就可以加入鹽去調味 那如果你喜歡有一點點微微刺激的口感的話呢 可以在這邊加入一些砍葉辣椒粉 那白黑胡椒啊白胡椒 然後如果喜歡一點酸度的話呢 擠上一些檸檬汁或是萊姆汁 都是非常不錯的一個搭配 然後因為是用雞肉嘛 所以表面會有一些這個油啊肉渣 那可以把它撈一下把它撈掉讓它清澈一點 那今天這道湯就完成了 那這個非常美味 雖然在台灣還算是有點 那這邊產見的這個法式小韻扁豆湯 這邊推薦給大家 那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